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翻拍的剧版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 这部号称神话续集的电影字典印以来口碑褒贬不一 缺点是故事太单薄又是古今穿插前世今生之类桥段 有点是画面太美了 剧组前往新疆昭苏拍摄万马奔腾场面宏大 雪地草原高山尽收眼底石井扬眼 不得不感叹一句祖国地大物博 一曲传说响起梦回当年美丽的神话 除了场景美之外还有大场面 为了拍摄片中汉军和匈奴交战的戏份 当地政府提供了一万两千匹马 即片方宣传中的真千军万马 马群在草原上飞驰奔腾的时候 也真的是气势辉煌 视觉效果十分震撼 关键选角也美 电影拍拍前 王金曾透露刘亦非拒绝了女主的邀请 而目前则由新疆美人鼓励 那扎扮演女一号望云公主 她是戏汉十七生活在匈奴的公主 一双美目深邃迷人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漂亮 造型上采用名利的两成色 编发装扮 西域风情 虽然一直以来她被评价笨蛋美女 演技一般 但在这里完成度不错 起码射箭 英姿勃发 比较起华丽的妆发 简单的高马尾则是更为漂亮 舞剑瞬间 让人想起玉树公主 导演唐靖里很偏爱她的脸 老是大镜头特写 在东宫里饰演西周九公主的彭小冉 也在传说里亮相 大萤幕手秀的她 一张脸扛得住特写 身为现代研究人袁欣然 她会在雪地里穿裙子 热辣鲜活 唐靖里果然会拍美人 彭小冉在片里比列之谷 偶距离美太多 眼镜超大 水汪汪 一点没有整容感 甚至有些混血缘 不过 片尾里的惊喜善意出现 观众的目光全被她吸引走了 一头长发 温柔注目 47岁的她 脸蛋肯定不如之前的 但大美人的气场 毋庸置疑 不只是漂亮 而是惊艳 影院里听曲娃声一片 网友高评 说实话 古丽娜扎已经够美了 可最后惊喜善意来 觉得全场女心 黯然失色 身为韩国第一美人 成龙当初为了和她拍摄神话 硬是从京城无首里 抢走萌翼一角 惊喜善不同于 线下流行的韩剧女主 不谱不凌家 反而少见的明媚大气 面部线条流畅 怎么看都很美 这一次 她穿了一件白色上衣 长发散下 抬眸瞬间 彰显女人韵味 众所周知 她的全盛时期 是在九零年代 当年流传一句话 男友安在序 女友惊喜善 仔细看 惊喜善的眉眼 尤为精致 寒情 一张鹅蛋脸上镜 十几岁时已出落的 如花似玉 可见整容 疑云多为编造 外加身材窍窍 皮肤白皙 脸上有肉食 俏皮可爱 典型的讨喜女主角脸 一般来说 美式不分国度 她和高圆圆 以及泰国第一美人月亮姐姐 长相都有相似处 笑起来嘴巴弧度非常好看 大气明艳 耐看有气质 不同国家的观众都能欣赏 出演电影神话时 惊喜善正在研制巅峰28岁 玉树公主 有脱俗的中式古典气质 在山上跳舞的那一段 微微一笑 轻力无双 楚楚动人 她在影片里 没有一个多余的镜头 无论是穿和亲公主婚服 还是和花池边低头一笑 真真干得起 绝色美人的形容 比较白冰的剧版玉树公主 虽然形有似 但细细看有不少差距 故事感和氛围欠缺 一个是人间的公主 脸蛋肉肉 更风于妩媚 一个神女济世感 白衣飘飘 一尘不染 美到Jack不敢抬头 从天宫飞来 动作设计很美 一个眼神 眼底全是悲伤 很显然成龙太入戏了 十几年来还念念不忘玉树公主 拍传说时又把这个故事 重新演绎了一番 卖的是情怀 不过却是用了心 至于打戏 更是成龙电影的特点 其他不行也基本能保证 动作戏再现 传说中的动作戏 被赞打得很过瘾 成龙表现不必多说 张艺兴 那扎等人据说都没用替身 两人饰演的汉朝江军华 俊和匈奴 公主孟云 都有不少纵马 弯弓的戏份 尤其是华俊的反射 绝技更是惊艳 可持相反观点的人 也很多 虽然新疆的风景 确实美不胜收 但在跟背景 时间相结合后 过高的饱和度 就很是出戏 反而综艺感十足 再配上太新 太干净的福道化 既没有古运 又缺乏质感 最重要是跟战争背景不符 太假 更假的是 剧组还在AI的助力下 拍出了成龙 自己眼中的27岁 可能是因为技术不够成熟 被AI技术变年轻的成龙的脸 显得非常不自然 几乎全程都在迷之微笑 包括后部分的哭泣 这种违和感 可想而知 于是 看得尴尬 成了观众的一致感受 倒是张艺新演技成长 堪称传说演技担当 现代世纪巨人角色 古代是华小将军 本以来他要和鼓励 那扎演CP 没想到还是高估成龙了 理智廷演匈奴王子 桀骜邪气 扮相很匈奴 大胡子贴上 典型的反派男二脸 而比较AI版成龙 想不通梦云公主 为啥拒绝他 电影里更年轻的帅哥较多 豆椒饰演风狼居虚的霍去病 驰骋草原 马戏一绝 可就是年纪大了点 看起来像三十多岁 而霍去病少年英才 去世时才二十三岁啊 武生出身的郑叶成 也被邀请到传说剧组 貌似年轻成龙AI 急用他来替 他一个人打两份弓 还要是也追随将军的夜城 除了AI技术之外 被吐槽最多的是剧情 情节老套 拼接感严重 连对话都像是游戏中的NPC 人物关系也很混乱 明明有着很清晰的神话痕迹 但完成度却又相差悬殊 就像一部质量不怎么好的古偶剧 一个常见的桥段在拍第二遍 大抵为了完成成龙的夙愿 然比起神话 古丽娜渣 彭小冉都很漂亮 但都不及惊喜善角色 故事的悲剧感被淡化 喜剧感增多 重归重举之作 不过这部剧也算得上大手笔了 制作初期预算超5000万美元 也就是3.6亿人民币 当初拍摄时的目标是全球市场 想要依靠大哥的国际影响力 在海外市场取得出色的票房成绩 可惜2023年龙马精神海外票房 不到600万美元 狂鹿沙暴全球票房也只有215万美元 在中国内地市场没有上映 在北美市场则变成了网大 传说虽然仅来了惊喜善客串 但回本靠海外市别指望了 电影的重点还是内地市场 该剧有优点也有不足 每个人的审美不同 你觉得对该剧打几分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明镶公告 明镶公告